按照這個邏輯 習近平應該送他一部電動車 問戒直接送上去 你就不要什麼補貼調查 你開開看 你開開看 你開開看嘛 好開的話開逛嘛 我覺得事實上後面有一點 他那個10點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奧林匹克停火啦 其實那個是很大的主張 而且因為馬克宏當然知道 習近平5月15左右要見普及嘛 對 所以當然就是 我覺得習近平就是在這裡 給了馬克宏這個重磅禮物啦 因為奧運是7月26日到8月11日 那後面的長澳是 我的印象是8月18日又開始 然後到9月6日這樣 所以等於就是 習近平說我們就共同來呼籲 奧林匹克期間不要打仗 那如果下澳加東澳加起來 殘澳加起來的話 其實 沒有 東澳沒有啦 沒有 殘澳跟殘澳加起來 的話也蠻長一段時間的 就是7月26日到9月8日左右 對 7月到9月 對 7月是下旬了 那我認為習近平 他當然他們兩國做了這個公告 俄羅斯一定會看到啦 那馬克宏等於就是對加沙做了表態嘛 因為烏克蘭的部分是 法國希望中方表態嘛 那中方來協助嘛 那加沙的部分我覺得等於是 因為中國大陸本來就是跟阿拉伯 世界還有穆斯林的國家站在一邊的嘛 那他等於是拉出了一個 Z7有代表性的國家 也是聯合國五常嘛 來表態就是反對打拉法 然後支持兩國方案 那我認為這個就有機會成為 更可能的全球共識啦 那當然726如果普京 這個我們在後看啦 就是普京真的去訪問北京 怎麼對話這個議題啦 一定會談的嘛 一定會談 所以我的判斷是普京就會加速打 加速打 就是6月趕快打完 像中國 我跟你講啦 那個新人氣車 一開始的時候政府肯定都有補貼的啦 比如說消費者的回饋啊 那也有銀行比較低的融資貸款啊 可是中國基本上早就沒了啦 中國它為什麼便宜 你去想一想 它跟歐洲的工資差多少 對不對 那生活用品差多少 土地差多少 所以德國的騎車公司也跑去跟中國合資嘛 對 結果它做出來的車還要加價才能賣去歐洲 那這個絕對沒有補貼吧 德國的汽車都來合資公司了 這怎麼會補貼呢 那結果德國公司就發現 它還要加價才能在歐洲賣 因為歐洲就是有一個價格範圍嘛 對啊 你太便宜怎麼弄啊 那這不就是你們這歐洲自己設的規則 不是 歐洲本來就這樣啊 所以德國最親 所以馮德蘭那個 歐盟那個案子德國反對嘛 那個只是馮德蘭個人的立場 歐盟根本就還沒有表決啊 歐盟只是說現在要對 中國有沒有補貼做調查 目前只有這樣而已啊 我認為啊 事實上 你去看會後 雙方就洋洋灑灑公佈了好多 中法的什麼文件嘛 對不對 那個絕對不可能是在這裡談的啦 早就談好了 比如說 對法國的某種牛肉要開放進口 這怎麼可能在這裡談呢 對不對 還有化妝品要開放更多進口 這個還有空吧 要買幾架 我認為早就談好了 所以只是讓馮德蘭 我跟你講為什麼要讓馮德蘭來啦 因為馬克宏要讓中國 覺得他代表歐洲啦 就是他的小心翁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法國 那你也沒什麼啊 法國GDP才兩兆多 因為我們在講世界的四大力量 我們是講中美二歐嘛 那如果你法國不能代表歐洲 那你算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 馬克宏還弄了一個小心思 本來去跟那個蕭茲吃飯 還要把他拉來啊 那蕭茲沒有中計啊 蕭茲沒有來啊 因為蕭茲就想說我才剛去中國 對不對 我們要談台灣 我幹嘛再去你那個 是啊 所以是馮德蘭 因為這個愛考愛對囉 他上次中國就跟著去 這次又來了 事實上他也快下台了啦 可是馬克宏需要他 因為你代表歐盟嘛 所以我認為 那歐盟講講半黑臉的話 對馬克宏也是籌碼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 我都說他是小狐狸嘛 就是這樣 他那個這些小心思 中國當然知道 可是必須撐他 必須讓他有代表歐洲的架勢 因為中國大陸坦白說啦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匯聚這個點上 俄羅斯已經沒得選擇了 對 因為美歐都在制裁他嘛 美歐就拋棄俄羅斯啦 所以他只能選擇中國嘛 對不對 那美國立場也是很鮮明 他就是要維持霸權嘛 所以真的有空間的就是中國跟歐洲啊 所以中國就是希望歐洲 你不要一面倒向美國嘛 那政治上你不要搞新冷戰嘛 那經濟上你不要搞國際保護主義嘛 不要搞貿易戰 科技戰那種 那我 所以我是認為 中國是刻意要做空間給法國 這個 這個還不知道啦 因為現在也沒有這種東西啊 是什麼啦 沒有 因為美國也沒有這種東西啊 對啦 真的 也還沒有官宣的耶 所以 很難評價啦 這個 這個無人機航母 那這個航母以前應該是要放那個 直升機 作戰直升機 因為它已經比較小嘛 事實上中國大陸本身就有兩棲突擊艦 它本身就是小航母啊 對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無人機航母 是要發揮什麼作用 因為 076 照理講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兩棲突擊艦吧 它是兩棲突擊艦吧 但是它拿來做無人機 有它用途的 這樣的話就講 它可能會有無人機啦 也會有其他的直升機 也可以帶戰鬥機也可以 也可以 也上得去 它不可能到50兆啦 現在34兆就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34兆 他說一個月 利息就支付了890億 那一年是多少 一年就超過一兆了 你拿下乘以12對不對 那美國的國家的 國家政府的稅入 一年大概只有5兆 那你一兆就拿去付利息了 那拜登還給人家亂 亂編預算 他明年給人家編到7.3兆 那你去想一想你負債多少 你實際收入只有5兆 負利息就1兆 所以你只剩下4兆 然後你的稅出給人家編到7.3兆 你等於有3.3兆是債 超支的預算 怎麼可能這樣運作啊 所以為什麼葉倫要 又要賣1250億的美債 對 沒錢的嘛 問題是你那個長年期的 你賣不動嘛 你那個長年期的 你看那個 220億是30年期的 然後還有450億是10年 那這兩個加起來就670了 對 敢買嗎 沒有人會買啦 我跟你講 以前短天期的還有2年 那現在給人家只賣3年的 對 最少3年 就是越賣越長嘛 因為長它比較好調度嘛 可是很多人都問它有沒有1年 有沒有2年啊 這個事實上會這樣問的人 就是對你的長期不看好嘛 對 你去想一想你現在美元 指數已經到106了 你還能賬多少啊 那你要賬 那你就意涵著資金 還要往你這邊跑嘛對不對 可是大家也認為你升息也升不上去了 你大概要降息了吧 對 還沒要降嘛 所以現在資金大概怎麼辦呢 就是卡住嘛 因為有通膨壓力嘛 又有點卡住 可是沒有人預期他會升息吧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錢一定會跑走啦 對 因為有些錢是暫時放你這裡賺利差的嘛 那當你開始降的時候 人家就開始調度啦 就一定是這樣啊 所以我基本上是 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到處都卡住啦 對 然後因為拜登要選舉 所以他就不面對還在到處撒錢嘛 反正接下來也不一定會是殺去 他去收這個爛攤子嘛 對 但現在呢 千怪外怪怪中國啊 華爾街日報 亮哥 中國衝擊2.0背後的元凶 人民幣貶值跟通縮 因為它裡面是這樣講 這篇報導是這樣講 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下跌 損害了其他國家出口的利益為代價 推動中國產品在海外的銷售 你這講的很好笑 人民幣的貶值並不嚴重 日韓貶得更嚴重 他根本就搞錯了 結果還刺激了觀光 大家都跑去 五一的時候 大家都跑去日本掃貨 為什麼都只怪中國 因為他這樣寫才會有人買啊 你是說 買華爾街日報來看 不是啦 你如果要看今年的貶值 人民幣絕對 比其他的亞元要輕啊 因為中國本身也有很多進口 它是人員進口國 半導體也是進口 所以怎麼可能 無限的讓它貶值 不可能啊 所以事實上 他講這個就是 胡英葉倫的產能過剩 那你怎麼不去 大量補貼 為什麼不去反省自己的拜登啊 對 你拜登那個給人家變 編預算編到7.3兆 你怎麼不去怪他啊 事實上產能過剩最嚴重的就是美債了 今年到5月7號 人民幣貶貶1.39 日幣貶8.7 那日幣貶6.05 台幣貶4.65 台幣貶那麼多 對 這個都是對美元啊 所以化金日報 應該也有印尼頓跟泰國 這個泰國嘛 要不要回去再重新看一下這個報章 沒有 台幣最前面是日元跟韓元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請問為了 有時在試試看 開動的 請問為了 可怕 有時會生病 在試試看 有時會是 有時會有效的 有時會有效的